弟兄姐妹 平安 好 看起来就是时间一过去的时候都不晓得 就说一眨眼就好像几个月过去了 没见到弟兄姐妹 不过今天早晨当牧师邀请我过来的时候 对不起 最近我时间也是忙得要命传过气来 可是我觉得说应该来的时候就应该来了 今天早晨新行的事情到时候重新开始了 那为什么讲到要重新开始 为什么要以开始而不是重新开始 重新以开始的时候你要重新 从上帝里面领受到一个新的意向 从上帝里面领受到他对你的爱 理解到上帝对你前面的方向是怎么样 要理解先 所以你要重新 然后你才开始 我们很多时候是忙充的 人生里面都是无头苍蝇 人家说冲我就冲 你问他为什么冲 他也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冲 就是冲罢了吧 那牧师说冲 大家说好冲 到了最后冲去哪里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说信仰当中 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 一定要有有根有基 而知道说 哎 上帝啊 你托付给我的意向是什么 你托付给我 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 那今天早上我们是讲到许寿建塔 建塔进行爱心奉献 认诀奉献等等 不过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何要有爱心奉献 那我觉得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发觉到上帝一直给我一句话 他说重建我家 所以为什么我说重建的 重新开始 要重建我家 他不是说把我家建起来 重建我家 不是 我觉得说上帝为什么讲到重建 重建的意思又是什么 我发觉到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是可能来自于教会 或者是从另外一间教会出来 刚刚从这历史堂已经开始起步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以前已经做过了 以前在教会里已经做过了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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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以前以过去 现在是不同 那我 福建华有一句话他们知道 以前的就是警察穿短裤的时候 新加坡 新加坡历史 以前的警察是穿短裤 然后穿长裤 现在那后 过后呢 现在他们是穿迷动裤 都看到 那就 big replace 不同的季节 上帝的互联盟 可是到了最终 他的信仪还是一样 上帝的信仪还是一样 上帝的信仪一样 那我的信仪呢 你跟我的信仪又是如何 那在《上万罗尔路 记》第七章里面 第一 elabor dev 2 节里我们 我们发觉到大卫王 大卫王 大卫王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看到 上帝已经祝福他了 他看到他自己有家 他看到他自己有 多多的一句实际 大家他看到自己有家 他看到他自己有一切都安定在他周围 那你可能说不是 这不是我的情况 我家还没有稳定 我家还是有起起落落 还有多者 这是大局面的看法 而不是看他自己里头的家属 因为那时候虽然他帮了王 虽然他整个国家都平静了下来 可是占家还是很大 还是有多吵 他的孩子 他儿子要搞叛律 还有人在兴起等等等 可是他发觉到上帝已经带我出来了这个地方 我可以稍微感觉到这是家 家是一个属于乱的地方 你家乱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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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网上的很少人讲说 我家乱 我家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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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吗 你家乱不乱 我们就是像说家乱不乱 可是再真正的去讲的话 家乱不乱 家根本就是乱 可是他理解了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说用那个家的字来写 大卫王在这里 他已经学了家怎么样写华文 不晓得他懂得华文 不晓得他懂得怎么样写华文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上帝啊 表面上我的国度已经平静下来 可是我看到 我看到 我虽然平静 可是你还在旷野 他发觉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把祝福带到我家的话 我必须要有 上帝 你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落脚的地方 好让上帝的遮盖 遮盖在我头上 什么是最乱的 我们说 猪是最乱的 一个猪有个天上而盖的时候 是变成什么字 这华文字是变成什么字 讲咯 对吗 中间是一头 一头猪上面这个盖 有一个盖在底下 就是家 家就是有个稳定的地方 可以前进的地方 不管外面有多乱都好 家里有多乱都好 回到家就是 嗨 这些事 这些事 所以 大卫认定了这一件 所以他的心 我说第一件事情 他是有个心意 为什么讲说有心意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人有心 立不足 你告诉隔壁的 我也是这样 好不好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看到我们讲到 信心奉献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我有心 我立不足 可是上帝 不行 不是靠着自己 如果你看 很多人是说 我奉献了 我有多么爱心 我有多少钱 我可以奉献给神 等等的 好 那是感恩 可是到了最终 如果你给的时候 不能给到一个低步 你感觉到说 我无法给 可是我想给 不想的怎样给 上帝你要给我信心而给 的时候呢 那才是最重要 哪怕是五毛钱 以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有一次我跟她聊 她就告诉我这样 她说 她说你是那么传道 在我人生里面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奉献 而不是普通的奉献 包括十一奉献 她说因为我 我从小在家 我的家里面 我父亲就很早去世 妈妈已经是生病 身体很多病 那我是老大 我是大姐 下面有四个弟兄姐妹 那三个弟兄姐妹 而且她们都在成长 我成为老大姐 就需要挑起这个家 可是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经到奉献的时候 每次我都哭起 她说我告诉上帝说 上帝你知道吗 我这份薪水 拿回来 如果播出十分之一给你的话 不行 真的不行 不是不要给 我有心给 可是我不能给 她说因为我知道 我一给出去 我下一顿饭就不懂得怎样吃 我的弟兄姐 我的弟弟 我的妹妹 他们要上学 大学 里面 他们的费用 每天的费用都是同学 那我怎样 她一直在同学 然后我问她 她说那你怎么做 她说每次奉献带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上帝说 上帝我有心力 力不足 多了一段时间 她就说 她就开始看到说 好 我就每一天进食一餐就好 进食一餐 每一周我进食一餐就好 那时候 那是二三十年前 一餐就是大概两毛钱左右 对不对 两毛钱左右 她说 我进食一餐就好 我自己不吃 我来到教会 以我同性 渐渐的 她就把弟兄姐妹 补养成她 大家都 成家毕业 然后 那时候我跟她谈的时候 她跟我讲 她说 传到 我终于 我说你终于可以 我终于可以踏出 我的家 来到家 上帝的家 你不是 她是踏进去 她说 我一直奉献 那五毛钱的时候 我告诉上帝说 上帝为何 让我给五毛钱 我其实能把自己献上 弟兄姐妹 当我们奉献与上帝就行 有件事情会发生 我们不也只要看 不如要只想到说 我的钱发出去 我们要看到上帝 当我发出去的时候 我跟你的关系 会产生 多深 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一个地步 奉献与奉献 而忘记了心意 大卫完全没有忘记 他的心 他的意义 我们华人 华人是 心意 一定要有心 还有要有意念 那就是 他的心 就是往上这趟 上帝 弟兄姐妹 不要感觉到有压力和风险 要以凭着信心而风险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不 信心呢 就是说 有心的时候 你就告诉上帝说 这是我的心 有意的时候呢 你就告诉说 我的心意 我的心觉 我的心意 就是要 无事 有些人就是 告诉我说 牧师真的 钱都不够 怎么办 那我就 还是讲那句话 少吃一餐 是否能 祝福上帝的家 很多人就说 那我 我少少的一餐 现在一餐 可能就是十块钱 大概八块到十块钱 现在在小班中心 是比较多 八块钱到十五块钱 一个月 一个礼拜 他说 我一个礼拜 我奉献十五块钱 在整个教会架构里头 足够 上帝不是看奉献多少 他是看你的私人力在 弟兄姐妹 当你开始奉献于神的时候 你就开始夸出那一步 来到上帝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接下来呢 在第三节里面 哪当 三的 哪当就是当时的先知 三就来到哪当的面前 告诉他 你去告诉我 我的 我的仆人 他告诉大卫什么 他告诉大卫说 大卫你知道吗 不是你学学我 是我学你 你要记住 我带你出来 我带你 天走天涯 所以说 天走天涯了之后 到了一个地步 我仍然住在灰墓里面 因为当我住在灰墓里面 我就在你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 我说 你看大卫有心志说 我为上帝建立一个圣所 所以他要把他建立圣所等等 可是上帝的话不是这样 上帝的话是转过来讲 他说不是你选我 是我选你 是我陪伴着你 是我招你 好让你跟我走在一起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住在灰墓里头呢 这个帐篷里头呢 因为这个帐篷就在你们的中间 弟兄姐妹 不是 当我们奉献你建堂的时候 不是建立一个建筑物 因为你有建筑物 而没有上帝的存在 那个建筑物只是一个地方 我们要晓得到我们建立的时候 建立整个行会 奉献在行会里面 去建立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上帝啊 我要买 我们要买下某一个地方 我们乃是说 上帝啊 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要晓得你走到 你要走到哪里 我们要跟随到哪里 好让我们走在你旁边 你准备了地方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踏进去哎呀 这里有一点不一样 好像上帝 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就好像 我不晓得我有跟你们分享过一个 一个老牧师的见证 那香港牧师的见证 有没有告诉过你 有一个香港啊 有有些可能有听过 有些没有听过 有些已经忘记我所讲的 如果有一个再重溫 这个牧师的见证 这个老牧师就是在疫情之前四年前啊 疫情之前的四年前我见到他 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六七十岁了 大概七十岁 在新西兰我见到他 他跟我讲 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从越南来到新西兰 我已经成为这里的公民 在这里误会好多年啊 不过我是香港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现在要退休要怎么办 他说没有啊 在上帝的事奉里面 完全没有退休的 只能退下来休别人罢了 就是退休 第二件事情 那你每一年做什么 他说每一年我都回香港 我说你回香港干嘛 他去找老朋友来领查 不是找老朋友领查也可以吗 他说可以 那他说 可是那每次我去的时候 那老朋友见到我 他就叫我去医院看 那我说你去医院 他说可是你不要看我啊 他说我是精心慰慕师 我不相信这些医治医治的 那你去医院看什么 去跟人家讲故事 我说好 那可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 他说 我说你讲故事有什么效果 他说有 有一次 他说我最近回来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的一个 他们叫我探访一个老人家 躺过在病床上 在下个病床上 那我去探访他 我去探访他的时候 他是半睡半醒的 就是有些时候醒 有些时候是睡 那你过去的时候 如果他可以醒的话 你就不能跟他谈话 他说他醒的怎么样 跟他聊天 我说好 他说有一天 有一个早上我去探访他的时候 他刚好睡着 他睡着了之后 我就不要打扰他 我就走出来 心悄悄的走出那边 可是他说我走到病房的外头 那个门的外面的时候 我突然间见到那老人家大喊 在用广告的大海 叫做护士啊护士啊护士啊 过来过来过来 就是很轻压 他说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还以为他快出事了 他说你有闻到吗 他说闻到什么 你有闻到吗 他有闻到什么 他有闻到一个书味吗 非常酥的味道 他们广东话很瘦的味道 就是很酥的味道 就是很新的味道 他翻译过来华语的就是很新的味道 不过广东话就很瘦的味道 那护士说没有啊 我们处理干净啊 打扫干净 没有味道没有 他说有有有 他说没有味道有 他说那护士很激烈 他说哪里有 他说没一定有 我闻到 他说你闻到什么 他说那老人家就替下来说 那个老人家有来看我吗 他说哪一个老人家 他说这几天坐下来跟我谈话的那个老人家 那个牧师有来吗 他说哦 那他走出去 他说怪不得了 怪不得我闻到一个瘦尾 野兽的味道 他说怪不得我闻到一个瘦尾 是耶稣的味道 弟兄姐妹 当我们见到的时候 不是建立一个 一个四十四方法一个建筑 而是建立一个地方 把耶稣的分放 不想 上帝的信义 对大卫所讲的也是一样 他第一句话就告诉说 不是你呼召我 是我呼吁 我呼召你的时候 我还住在帐篷里面 我在帐篷里面 我就在你们当中 如果你把我放在圣殿里面 你就把我搁在一边 我不想被搁在一边 我想一直跟你们 我们在 人的心意 人的看法 不同 上帝 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先进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 每个人继续在一起 我们能享受上帝 上帝就会在那边 但是不可忘记 不可忘记 你的心意去奉献的时候 是建立上帝的家 好让你能回家 回到家干嘛呢 回到家就知道说 爸爸在这里 妾妇在这里 妾妇在这里 那是妾妇的家 回娘家了 回娘家了 的意思 上帝 然后上帝就继续在讲道 他继续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我从哪里呼召你 我都知道你的来龙去买 你从哪儿开始 你怎么样牧养的时候 我怎么呼召你 我怎么把你的仇意摆平 我怎么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信任你 我都跟你在一起 人是说 我找一个地方给你 上帝是说 我的地方就在你 大卫呢 当然是 你说他欣慰吗 当然是欣慰 可是从另外一角度呢 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点反感 我只想说 我只想说 把我自己的心意摆在你面前 为什么你讲的这很多话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有些时候上帝跟你讲说 没有啦 是这样这样的 上帝我只要这个 我不要这样 你讲这场片故事干嘛 不需要 我知道 可是上帝 我觉得他可能就告诉上帝说 我知道 可是为什么你要讲这个 可是上帝还是继续啊 他第一说 我知道你的来龙去吧 接下来他讲到说 你后代为怎样 你所建立的家 不是为着你自己 不是你为着这一代 你是为着你前面的那一代 后面的那一代 后面其他所新来的那一代 我们能坐在这里 我们能在这里聚会 都是前面有人打过钱 有人奉献过 好让我们有这个舒适 那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当我们说好 上帝如果教会 当我们看到地上 要建立更加的大的地方 容纳其他的人 我们奉献的时候 不是为着自己的奉献 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能来到这个家奉献 是为着下一代 下一代是谁呢 你的朋友 下一代是谁呢 可能是你的孙子 可能是你的亲 你的亲友 可能是你的儿女们 就下一代 他们能有个地方 来到上帝里去 所以 上帝就看到大卫的心意 他继续就讲他说 第一他讲到我从哪里 你护照你怎么平静 所有 接下来他说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虽然你要为我签一个家 可是我要告诉你说 你的家人 会找到一个地方 他们有落地的地方 他们不需要再流动 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 不是说你有没有 是上帝要 是你的心意在 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财产 你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付出多少 你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就会呼吁你 请记住 这个不是讨价 反价 不是告诉上帝说 我给你五分钱 你就要给我五块钱 不要这样想 不是这一块 如果你说你给上帝五块钱 你说上帝看重到五块钱吗 上帝百万块就过来 对吗 这是因为他是天地的主材 那为何说我们必须要奉献我们所得 因为当你奉献你所得 你是挑战者 马拉基书说 你挑战我 试试看 试试看 把你所拥有的实意带到我面前 试试看 看我能多是怎么样的去祝福你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奉献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说上帝 我是为你而做 老实讲 不是为上帝 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为他而做 好让你能尝试到他为你的祝福 而领受到他的祝福 为什么我会走进群子 我起初开始的时候 来自一个家庭都是费心疼的家庭 来到教会信主之后 年轻小我 每次就是 如果每一周能奉献多少 我就奉献多少 到了这一周 自己出去闯降虎的时候 帮助协助家庭 还是老样子 就是能给多少 在这个给的过程当中 有一天来到教会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谁叫床 画一个照片 贴在墙壁上 而这个墙壁上的 他是英文字语 他说上帝啊 我每次都十一奉献 我几次能奉献自己 就从那边开始 我就告诉上帝 我能奉献钱 过钱对你来讲不重要 我只能奉献自己 因为这是我所奉献 生命不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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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拥有的是在于你所持 那我们开始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每次奉献呢 就感觉到 认识上帝就更深 不是为这钱 不是投资钱来认识上帝 你要理解 因为每次你要给的时候 你觉得说 哇 割到心的时候 你就来到上帝面前 定 定去仰望着耶和华 受牙 耶和华 你是 耶和华赢了 你是 你是给予我能给 我鼓励 当你来到上帝面前 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 信心奉献 爱心奉献 信心奉献的时候 前面那两句话 是信心 大概是心意奉献 你说为什么他是信心奉献的 不是信心奉献 因为他所有都有啊 他什么都有啊 可是你发觉到一件事情 当他经历了上帝之后 当上帝告诉他说 你为我建立的家 不是你为我建立的家 是为我为你的家所建立 因为到了最终你的家人 你的儿子孙孙代代 都会坐在这个皇位上 就是因为你现在整个心态 说上帝啊 我是为了你 我要祝福你 上帝说你能超越我 祝福你 上帝这样告诉 大卫的时候 他是真正去世的告诉大卫说 你说你要祝福我 是你祝福我还是我祝福你呢 是你呼召我还是我呼召你呢 是你保佑我还是我保佑你呢 因为上帝说到了最终你的儿子孙孙代代代 那你对上帝的信义是什么 我们对上帝的信义是什么 弟兄姐妹不要看到我 我手上有多少 哪怕你说我手上现在只有五块钱 比如你说我上帝上只有五 我真的穿过只有五块钱 我前面我如果我说上帝我我接下来 我每个月我都要奉献十块钱 二十块钱五十块钱都好 你说不可能的 你知道自己觉得说 哇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我会很辛苦 我告诉你好不好 试试看 有人曾经这样说 如果你给你奉献的话 你给到你开始痛的话 那不是奉献 如果你奉献不感觉到一点痛的话 不是奉献 你想一下 如果你给予多余的话 是认诀 不是奉献 给予你没有的时候 给予你来到那地步说 我可能就要 停止一餐的时候 那就是奉献 因为是心 也就是奉献 我也不会告诉你说 当你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会大大祝福你的 不会 我只会告诉你说 上帝只看你的心 也超过你 如果要分享见证很多 如果我以这个见证来鼓励 想一想点 我87年的时候到了中国 到美国去 我不晓得我怎么到美国去 所以我老师讲 他祈求教会告诉我 因为那时候我在一个施工里面看 施工 那 有一个 来到12月的时候 我感觉 上帝 我就觉得说上帝要拆开我到美国去 从那里一分钱也没有 父亲还没有谁 家庭的环境不是太大 我还是 我还在走施工的道路 那 那我就 上帝就告诉我说我要拆开你出去 我说好 你拆开我出去就去吧 但是我不再没钱 然后上帝 那很可爱的一件事情 我 我要起飞的那一天 那就是一周钱 一周钱 连机票是什么 连衣服是什么 连钱都没有一分钱 那有一天教会过个电话来说 好 他说好 正常到我 要拆开你到美国去 我说好 拆开我出去 那 可是呢 我觉得 他们只这样讲 我连几十几倍都不少 ok 那我就跟父亲 跟我爸爸讲说 爸爸我也要飞去 爸爸很高兴 因为他是飞行 如果被拆开出国的话 在整个家里面 整个家族里面可能是第一个 那他就是 因为我是信主呢 每个人都要取笑他 他到了最终他听到说 我要到美国去忙 要购留三个月四个月 他说哇 这是 所以说 终于能荣耀 荣耀 荣耀自己的家族 那种传统家族 我还记得爸爸买你我的 第一个外套 我还穿着 现在还穿着 已经三十多年 四十年 我还是忙 那时候呢 我就出了 出国的之前 爸爸给我 你给我美金 大概一百块钱 他不懂什么 你抽出来 你借出来 他就抽给我一百块钱 到了美国去的时候 黑机票全部都是 人家 都是教育 所以我的口袋里 没有一个钱 到了那边的时候 被接待 所有的利用 都是 人的贡献 来到 我在那边三个月 来到第二个月 结束研讨会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天 上帝告诉我说 在聚会里头 我感动 看到旁边的一个同学 我的感动就是 旁边的同学需要钱 那上帝 我的感动就是 毕业在心里面 旁边的同学真的需要钱 那我说 我就告诉上帝说 他需要钱是他的数 我也需要钱 我也没钱 我打开钱包 只有剩下 美金一百块钱 我还记得 剩下美金一百块钱 我就看着他 我说上帝我只有 美金一百块钱 那感动就是 一定要把他一百块钱给他 我就看 事实上上帝我 接下来还有一个月 在这里 没有钱很难过 因为我已经完成我的课程了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怎么样过 可是不想给 可是那个薪资呢 就是被憋着的薪资 被逼的薪资 好像说你不给的话 好像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每次转个 拐个弯都看到他的脸 每次转个弯都看到他 在讲嗨 那种感觉 那到了这种时候 好了 上帝我 我就奉献 我就给他姐妹 我说 这是我感觉 上帝要给你的 一个小小爱心奉献 他拿了那个奉献 他打开的时候 哇 他跳起来 哎呀 这一百块钱救了我的命啊 我就看到说 哇 你的开心 是我的 我的悲伤 我接下来不懂得怎么样活了 那回到宿舍的时候 那时候呢 就有一个 一个餐厅 一个转 过来 这封信呢 就写过来 很简单的 两句话 他说 我知道你完成课程 请过来 我就 我就看了 我看着那封信 不懂要哭还是要笑好 口袋一分钱也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那怎么样去纽约 从加州到纽约 还要飞过去 怎样去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就 我就想 哎呀 上帝跟我开玩笑 有一分钱也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那 第二 我一读了那封信之后呢 第一份电话就过过来 他为弟兄从纽约拿过来 他说 他说传道传道 过来过来 他说 我想说 他说不用 不能讲可什么的 他说 每个费用 我都包 包小 我会寄 我会寄200块钱美金 第二天 他们就把200块钱美金送过来 那机票他也买了 什么都买 过去的纽约之后 在纽约里面兜了一段时间 兜了一个星期 很可爱的呢 就是上帝告诉我说 我去探访他们家 我的心思是 好了 你让我来探访你的话 就是探访你的家 围着你的家 是 到了他的家的时候 他说 我要你到华盛园去 我第一天下飞机看 第二天后天你上飞机 你上飞机到华盛园 我上到华盛园去 我来探访你 他说没有 我们看看如果上帝要你去的话 就有机票 我说好 那第二天呢 我就 我就来一个 不想动的行动 什么不想动的行动 第二天呢 就不给他时间到 去买票的行动 你懂我意思吗 问他这里是哪里 那里去呢 我揍了整个纽约 只是不要给他去 去那个旅行室买票 可是呢 不懂是他 那我还是我拉他 来到了一个地步 六点半 我们就在旅行室的下面 他说 这里是个旅行室 我上去买票好不好 走进去的时候 前面有人 我说 他们去也这么快了 应该买不到票的 然后 走到柜台的时候 他说 那个女生呢 就很不可能 去买票 他说 知道吗 本来是不做生意的 可是你要去的地方 只有一张票 就是你 那我说好 上了呢 上了 到了华盛顿干嘛 去华盛顿干嘛 在华盛顿的旅程呢 看 遇见了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来自于中国 他是你 那 那导游呢 就见到他说 你是马先生 他说对我是马先生 马先生在 你来自于中国 他说对我来自于中国 他说中国 马姓马的 全部都是 都是 都是我的家族 他说对对对 我是我的家族 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说上帝 把我放在他旁边干嘛 然后呢 上帝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没有干嘛 坐在他旁边 然后过后呢 他老马先生就问我 他说 他说你自己在哪 我说对对对对 这些人你好 我就叫你这些小弟 他说好 他说好 马爷爷你好 我叫马们好好好 他说你来来来美国干嘛 我说参加研讨 参加什么研讨 他说 基督教研讨 他说基督教研讨 你知道吗 在我的神证里面 在我神里 我是那个 他是他们说 我在我的庙里当中 我是他们的 我是他们的导师 那对我来讲 你是回家族的导师 我坐在你旁边 我照样的 可是他 到了最终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那你是基督徒吧 是 那你来到这参加研讨会的话 你应该是他们所说的 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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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人吧 我说 是是是 那接下来 那两天上夜 我跟他在一起 他不断的问我 我也是基督 到了最终 他换了 他把神里讲 你问我 这跟我100块钱的风险 有什么关系 很简单 我把那100块钱的风险出去 商业安排 给我到领域去 完全没有一份钱 完全的整个旅行 回到加州 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花的钱 大概是2000多块 来到回到新加坡 有人还给我的风险 大概300块钱 你说 故事你是在讲 你奉献 上帝就会奉献 不是 我是要告诉你说 上帝知道你的熏了 上帝也知道 你能在他国度里面所能行的是什么 你愿不愿意发出他的意义 就是告诉上帝说 为了你的家 这是我的心 这是我的心意 我的心意就是说 上帝如果可以的话 我要为这下一代的准备 不是为了我这一代 是为了下一代的准备 我的奉献 不是为了我现在所看到的而准备 是为了我看不到的而准备 什么是星星 是眼睛看不到 可是心里知道 便一夸出那一步 告诉上帝说 你讲 你讲就算 那就是星星 你想起来前面的方向 就是由你选 上帝在告诉你什么 不要看你自己的环境 不要看你自己的负责多少 也不要感情用事 不要说我的经济 我的经济情况现在 连每个月五十块钱都很难透过 我就要付现一百块钱 不要这样做好不好 到了最终呢 你会感觉到说 上帝啊 虽然上帝会是非常心实的 会供应付现那一百块钱 如果到了最终呢 你会说 我很幸福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热心奉献 才是真正的奉献 热心奉献 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一定要热心奉献 有个out在里面 才是真正的奉献 这是有点痛在你后面 不过还是热心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要被逼 不要被逼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 而且你也要想到一件事情 他对你的要求不是要你的心 他对你的要求不是因为他要你 他看重你的心 他看重你的家庭 他看重你的情况 他知道你的来龙去脉 他呼吁你来到他面前 好让他人知道 他也知道你在经历是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说 天知道我在经历什么吗 我们都说天不知道 可是上帝要不知道他知道 如果你在从读这段经文的话 你会发觉到 哪张告诉哪张就是先知 先知就是代表上帝的一个使者 告诉大卫的时候 他把他的历史 从他哪里上帝 从哪里呼吁他 呼召他 一步一步的他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波折一步一步的 他都列了清清楚楚 还列下了他下一代要经历的什么 他都列了清清楚楚 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写出来呢 因为他要告诉大卫说 不是你选我 是我选的 不是你认识我 你只是开始认识我 我已经认识你 你懂我意思吗 我已经认识你 透底了 我知道你的心意 我会给你这个心意 你说接下来 大卫做了什么呢 他还告诉大卫 可是你不会为我建议这个圣殿 你的儿子会为我建议这个圣殿 很奇怪 大卫要为他建圣殿 可是上帝告诉他 说不是你为我建议这个圣殿 是你的儿子会为我建议这个圣殿 就告诉他什么呢 你的后代我都看到 可是大卫做了什么 接下来大卫说 既然是为了后代而准备的话 我就去准备 我去准备 我去准备 他准备所有的材料 给他儿子进入这圣殿 那有些 因为他是王帝 那时候他的活度很 很光荣 他有一个荣才 很多人就说 不用不用 我给你好的 他每次都告诉你 你给我的不是奉献 你给我的是多 如果我要奉献给上帝的圣殿的话 我就要付钱 你不受钱 我不给你了 这就是心意 这是出来的心意 弟兄姐 来到上帝的密宪的时候 问问上帝说 问问自己 来问上帝 上帝在你的家 我会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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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 还是有一个 如果你还没信任何书 要导致 他知道 他认识你 不认识你 他对你的意念 就是要祝福你 可以帮着 好让你完全认识你 上帝我们感谢你 但我们来到你一起很喜欢 尤其是那些还没认识你的 朋友们 带到你一起 请求恩主 你的恩言 你会认识 因为你认识我们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 神经 主啊 我们把恩友文叫我 如果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你还没有信语书的话 你想说 可能认识这个神也不错 你试试看 那请跟我们做这个 刚刚就来到上帝面前 告诉上帝说 上帝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去 感谢你 感恩 谢谢你 如果你是 是心里要接受耶稣 成名的本身 救助 请跟随我做这个 慈爱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的恩言 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的心 我感谢你 所为我准备 所为我准备 为我 舍命 太太主耶稣舍命在十字架 死是为了我 我要告诉你对不起 因为很多时候 我怀疑你的 我怀疑你 我怀疑你师父自己在 我怀疑你 可是我愿意 敞开我心 让你爱你 感谢你的恩 我告诉耶稣基督生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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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阿们 阿 kasih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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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 阿们 阿奈 阿 confirma